那這個範例呢,要教同學做像這樣子的一個LED燈的效果 那首先請同學你開新一個檔案 然後我們檔案的大小呢,用600 乘600 像素,單位是像素,按確定 那因為呢,我們是LED燈 所以呢,我必須要把背景去填滿黑色 所以我這邊去填滿黑色 選了黑色ILT加Delete去填滿黑色 那接著呢,我們先去輸入一些文字 那輸入文字之前,記得把文字的顏色改掉 不然它跟底色一樣,你會看不到字 我就把字打進去 字打進去之後呢,我就用移動工具 去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調整好之後呢,這個檔案就先放著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那個一粒一粒顆粒的效果 我們會用定義圖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請同學去開新檔案 然後呢,我們這個定義圖樣的話 我用一個五像素乘五像素的圖檔 然後這邊的背景內容我們確定要 它是要選透明的 然後按確定 那因為圖檔很小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圖檔放大一點 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邊看起來是透明 但是這邊看起來是白白對不對 沒關係,以這邊為主 因為它這個範圍太小了 然後我們就用選取工具 去選擇四個像素的大小 然後填滿白色 那我這邊因為前景色已經是白色了 所以就按著ALT加Delete去填滿白色 那你在這邊就會看到這個白色在這邊 然後接著我們要定義圖樣 那定義圖樣之前記得呢,要先取消選取 它這樣才會把整張都去定義成圖樣 所以呢,我取消選取之後 就從編輯這邊的定義圖樣 去把它定義起來 定義好之後 我們就回到剛剛LED的這個檔案 然後呢,我們要把那個一點點的東西呢 去填滿到這個文字裡面 所以我必須要先去新增一個圖層 新增好一個圖層之後呢 我要把這個LED的字的範圍 去轉換成選取範圍 所以我就按著Ctrl再去點LED的字 然後這個時候它就會把LED的範圍 轉換成選取範圍 那因為我現在要去填那個點點 它還是白色的 所以呢,我就把底下這個圖層 我的眼睛先關掉 先不要顯示 然後接著呢,我就從編輯 這邊有個東西叫填滿 填滿的部分呢,你可以去選擇圖樣 然後去選擇你剛剛自訂的圖樣 然後按確定 它就會填滿了 那填滿完之後呢,你可以先取消選取 那因為在我這個LED燈的效果裡面呢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有這樣子霧狀的效果 那我要做這樣霧狀的效果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我現在呢,再去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我,因為我需要做霧狀的效果 所以呢,我希望去填滿一個範圍 比較寬的範圍 然後再把它做模糊化 所以呢,我就按著Ctrl去選擇剛剛點的範圍 它就可以把這邊轉換成選取範圍 然後我用選取,修改,擴張 然後去把它擴張 因為這個點很小,所以擴張一個像素就好 按確定 然後呢,一樣去填滿白色,Alt加Delete 填滿白色之後,請取消選取範圍 好,因為我要把它做一些濾鏡效果 好,所以我這邊呢,我就會用濾鏡 然後模糊 高絲模糊 好,讓它做模糊效果 那這邊其實模糊,你不用做得很誇張 就大概做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做淺淺的模糊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做好之後呢,我就把我的畫面呢 去縮小來看 像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因為我等一下呢 要把這個東西去填滿顏色 如果你覺得你這個模糊的 呃,糊的程度 希望再透明一點 你可以把不透明度再調小一點 好,這樣它看起來就不會霧的那麼多 好,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因為我要這兩層呢 去填滿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在填色之前 我會把這兩層先把它合併起來 好 我按著Ctrl去把它們兩個選起來 然後按Ctrl加1去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之後呢 我這邊呢,會使用所謂的剪材折色片來填色 所以我要再去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去填色 那我想要填漸層色 所以我這邊呢 會去選擇漸層工具 好 那我在這邊下式選單 我去選擇這個彩虹的顏色 然後把這個彩虹的顏色呢 從左往右這樣拉放開 那我用剪材折色片 就可以把這個範圍去填到這個範圍 使用方法是按著A樓梯 滑鼠移到這兩個圖層的中間 點一下 好,那剛剛那個顏色就填進去了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的顏色就填到這個範圍內 而且它有霧狀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LED燈字的做法